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分享一些馬場花生 聽一下有沒有騎練的訪問 關於戰區 8號當然是精彩 有美麗傳承 夏威夷這些馬 也有短途馬 當然是目不下級 雖然這13年來 香港地只有一次 在香港一里是輸馬 但是今年會不會 面對重大的挑戰呢 當然要看看有什麼因素 台柱的美麗傳承 今年表現是否有點下滑呢 日本就派了一里王 冠軍車手作賽 港隊的希望 可能就會落在這隻新星 上次劏了美麗傳承的夏威夷身上 小弟之前已經拍過條片 莫雷拉都說夏威夷是想偷雞的 終於有一場偷不到 就被人偷回頭 接著終於劏了美麗傳承 夏威夷上次在馬會一里 錦標擊敗美麗傳承 今次會挑戰 初次贏出一級賽的錦標 今早這隻馬 在內圈 量了一個圈 最緊要聽 練馬斯怎麼說 蔡神仙就說 這隻馬就算 上次已經贏了 他都不覺得這隻馬的狀態 是最好 可以再進一步 這樣說 他希望這隻馬這次 會有進一步的表現 但是蔡若漢也都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他說模擬這一場是一場硬仗 對手也都很強 給大家一些假定的目標 他說尤其是日本馬 他覺得要大幅的進步 才可以取勝 但是他說 夏威夷 並非不可能做不到這件事 他說跑法 就要視乎抽到的檔位 但是抽完檔位之後 既然知道了抽外檔 他就說在這一兩天 要想過一下之後 才決定的戰略 可能要研究一下賽區的跑法 是留前還是鬥後 然後再跟其他馬 聊聊天 當然聊聊天 大家研究一下當然有 最大的對手 冠軍車手 反而今早就在檢疫馬房裡 操練了 一整個小時 再被拉去行圈 行鎖 日本冠軍車手的助理練馬師 就說 這隻冠軍車手 操練完之後 是沒有呈現緊張 緊硬 或者腳痠 他說今早的神操 動作是暢順的 隻馬的生理和生理上 都是大用的 至於這隻夏威夷 當日的表現 相信各位都對他有寄望 這隻馬 看著他過比例傳承 那下 都很清脆 但是要面對日本強手 就要拭目以待 講開賽若翰的戰區 當然要大家要留意 這隻旺蝦王 今年2月接受了 搞長沙的手術 其實馬做這個手術 是很危險的 小弟都很喜歡看馬的東西 那時候看過Discovery Channel 就見過馬曾經 怎樣去做搞長沙手術 撞開肚子 兩隻手插進肚子 就把腸全部一次過拔出來 然後把腸的位置 再放回去 真的好像做牛雜 不是說玩的 那這隻旺蝦王 做完手術之後 休養好了之後 健康就良好 上一次在短途錦標 以兩個馬位 就輸了給中芯勇士 跑到第二 表現已經有驚喜 蔡若翰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他個人很滿意 旺蝦王現在的狀態 並說這隻馬在神操 和試襲的時候 狀態都是長期穩定的 最近 為了備戰參加這個國際賽 操練功夫已經做足 這樣講 他說旺蝦王這次 會排一檔 靚檔起步 他說這個檔位 有助馬匹在賽事組短 跟手在有遮擋的位置 他說非常適合他的跑法 大家聽一聽 連馬師怎麼說 馬都要因應跑法 當位 才可以分析那場馬 究竟對這隻馬是有益 還是會有助發揮 蔡若翰認為忠心勇士 雖然是一匹有潛質的好馬 但是他這次所面對的挑戰 會更大 嘩 言下之意 就是說 上次王蝦王用了多少 我最清楚 今次忠心勇士 都是對回你 可能我還有些殺手間 還沒擠出來 牙膏還沒擠完 他說忠心勇士 以三歲之靈 要挑戰一眾短途好手 他說忠心勇士雖然是負輕榜 但是你排十檔 老友 這樣說 排十檔起步 會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 我就對王蝦王的期望甚高 是蔡若翰 不是我 他說 我對王蝦王的期望甚高 他說 期望這隻馬 可以把握到內檔的資理 跑出最佳的水準 即是你十檔 我一檔 看看誰快埋難 再講一下國際賽 第八場二千米的香港杯 原本外界不太看好港隊 因為那隻杏木 即是日本AV女優馬 就因為潮熱漢出來不到參賽 變成這次少了這隻杏木的對手 無形中對港隊的機會提升 這次跳出香港 曾經贏了美麗全城 今天抽籤的時候 跳出香港的馬主團體人 Ice 到場為外區抽籤 結果 運氣不錯 在八隻馬中抽到三檔 對這個報酬形勢比較好 Ice就說 我對跳出香港排三檔很滿意 他說要和方家柏和騎師 何察堯匯報一個好消息 即是撿到一個三檔又是好消息 因為大家都對這場賽事都很期待 始終香港國際賽 就是馬壇全年裡最足目的賽事 所以他們都很期待這樣講 亦都希望跳出香港可以交到好成績 為港隊爭光 他說其實在馬小的場合 排什麼檔都不算是太大的影響 他已經為香港 跳出香港 抽了一個檔 之後的工作 就留給方家柏 和何澤堯臨場發揮 他說每一匹馬都有實力 無論哪一個檔位 大家都會盡力 這隻跳出香港 就贏得到美麗全城 而那次贏的姿態 亦都是比較 不是說很吃力 這次呢 再對外隊馬 雖然都是要有 部速的 部速都很影響的形勢 和這隻跳出香港 當時的發揮 亦都是需要講的 跳出香港上次贏二千米馬會杯 令人上次角逐 有點失望 沒有什麼威脅的 跑第四 但是方家柏就解釋 是因為他有輕微的內出血 所以才是這樣的 現在的健康已經回復 加上排到三檔 絕對有機會 為何澤堯和方家柏 可以贏到這個一級賽的滋味 至於馬主方面 覺得跳出香港的勁敵是哪些呢 那麼 方家柏說 跳出香港 心得我心 很久之前 就覺得他會有一番成就 馬 現在的本地評分 是127分 反映了他的實力 他希望他可以勝出這場一級賽 他已經為這場賽事準備了很久了 我已經部署了足足一年 只希望一切順利 他說 他要在這場賽事中展現到實力 就會聲明大躁 這也是這個跳出香港應該得到的 因為方家柏認為 這是一隻糧區 他覺得這隻跳出香港 還有發展的空間 希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就 他說相信在未來的一兩季 他們會看到他更加出色的表現 即是說未熟了感 他還是需要時間適應新的環境 他在香港的初期進度 就不理想 但是方仔都沒有操之過急 有得他在四歲的賽季季 未贏得三場頭馬 雖然他在四歲的賽季 未贏得三場頭馬 但是都損失了競逐打比的機會 方仔說 初期就不想給壓力他 他說馬主對他很好 不用急 慢慢來 馬主講 方家柏就說 他說他是一匹很出色的賽區 所以他們只是做些正確的事 做些對馬有幫助的事 我們現在所付出的一切 是期望可以得到回報 而他已經做到這一點這樣說 講開又講 田泰安剛剛拿了國際騎士錦標賽 當然是旺 因為抽馬好 在短途錦標 他騎不到中心勇士 因為剛剛是他贏的 但是他會火拍另一隻實力馬 就是旺哈王 就是剛才說的那隻阿塞那隻 爭取他個人連續第二年的錦標 田泰安受訪的時候就說 我早前曾經拆騎中心勇士 12米2級馬會的短途錦標 當時他很有信心會贏 不過大摩賽前跟他說 表明無論賽事是怎樣的 潘頓都會騎中心勇士出戰國際賽 即是你都是後備來的 這樣的意思 無論怎樣 我都很感謝大摩對他的支持 起碼都叫做可以贏了一場二級賽 這樣說 所以是這樣的話 他就問蔡若翰 就拗騎了 拿隻黃蝦黃離騎 這隻馬試襲走勢出色 田泰安講 更加令到我欣喜的 就是馬較以往由他取勝的時候 無論在心智和出腳方面 都有大的進步 仿如變成另一匹馬 他說 就算忠心勇士優秀程度 令到他想起步步有 但是呢 他仍都會揭盡所能去騎黃蝦黃的 希望可以擊敗忠心勇士這樣說 我